好 俄物戰爭自從烏克蘭說 要來大反攻之後的一週時間 我們看到就連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他也坦言 反攻的進度是比較緩慢的 而其實現在根據公開的資訊 就提到說 美國來支援的布萊德雷步兵戰車 他現在已經是折損了16輛了 那麼當然就有CNN的軍事分析家 馬爾克斯他就提到說 這款步兵戰車它比較重要的是 它是要聯合支援的 不過現在看起來 西方援助的F16還沒有到位 所以也很難進行 這樣子大規模的聯合作戰 不過英國的前陸軍就提到說 大家也不用太灰心 因為他認為說 比較樂觀的看待是 以前線的面積和作戰的強度來講 折損15%的戰車 未必代表就是壞事 他的理由是說 因為至少我們沒有看到 比較毀滅性的損失 而且人員是安全的逃脫的 那為了應付這樣的戰爭 現在說是有裝甲救濟車 來支援戰車 飛彈發射車 以及步兵戰車 像是德國的救濟車 就收回了受損的鮑2 另外英國挑戰者 裝甲修護車 也進行行動維修 而接下來 烏克蘭方面想要取勝的話 軍事專家又分析說 後勤的功能就是希望要打出節奏 而且作戰距離 以及持續的時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